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這個鬼秀女的專輯 正式全部講鬼秀女 剛才我們的頭彈湯有月光光心芳芳 來到這個鬼秀女 雖然這部戲很壞 大家都有不同的說法 但電台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呢 可能我想知道Halloween的氣氛 這一部都很出名 那個跟祖業是不同的 祖業是趕走人的 不怕到避開 但這部就是Halloween的氣氛 為什麼呢 你不會走的 然後啊 這樣見我 不會走的 這種叫做萬聖節的氣氛 然後月光光心芳芳也是那種不同的 因為祖業就有少少邪邪地 不一樣的 最好那個邪教那裡 脫上衣 脫上褲 都周間見不到 這些鬼東西 這樣就 那鬼秀女呢 都是接著華倫夫婦的那個系列 其實有人都講過的了 就因為這個秀女 這個叫什麼名字 VALAK 那她究竟是什麼來的 還有就是在現實 華倫夫婦就去到英國 查那件事的時候 都是有提過這個名詞出來的 就是這個魔鬼的那個名詞出來的 也都用一個叫修女的形象 就講出來 就是那個叫做 在華倫夫婦的那個真實個案裡面那裡 這個是一個關鍵的一個人物來的 但是 後來我們都問我們的朋友 就是和華倫夫婦熟的那個老友 你認識她嗎 你認識她嗎 你認識她 Jaklin 靈異學會的那個會長 是 她都說她知道 她都說她原來是只有名字的 因為她有提及 還有那個提及 就是找到 她也都是那個叫做所羅門王的講的 裡面那些 摩柱裡面其中一個 但是她給祖業那個派門 就是更加小一些的 那她就提及了個名字 還有她有這個形象 所以這個戲開那個時候 就不是用了很多 就是一些很有那個典故那樣的彌制 但是她就是叫做老作成分是多了 但是因為老作成分多了的時候 都變成了一個鬼秘的系列 有東西是不能夠的 那你像我們Will先生 他做了一個聯繫的 那給聽眾朋友聽一下 看你做的那些功課 我們看電影 她是倒轉來講的 因為她是講了 即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或者近代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看回 如果她講這個魔鬼 其實今次電影就是找一個源頭出來的 但是我也嘗試找她 最早講那個年代考 就考不了了 因為只能知道那個事件 是黑暗時代 就是所謂的中世紀 即是這個收到遠的出來的時候 是的 之前的前身 是找不到太多資料的 但是去到這個故事講的1952年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二戰之後 所以她稍後會提過說會有轟炸那些事件 但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看到原來 華文夫婦在電影裡面講的 第一次那件案 其實她說那個女巫事件就是1863年 我會想其實那裡中間就是 即是十九世紀 是的 由最早期說那個魔鬼釋放出來 至到她說 看到現在說修女神父去那個時代 其實中間都發生過一些女巫事件 但是當然那個事件 她說在美國發生了 但是現在似乎 如果這個宇宙計劃說的話 似乎就好像 是不是 即是魔鬼影響到那邊的修女了 因為我看到她 她的中途也影響到Annabelle的故事 事實上她由那個叫做中世紀聖戰之後 有很多歐洲的地方 裡面都出現了那種叫做魔女 或者追女巫的事件 或者追女巫的事件 聶巫的事件 而且當她聶巫的事件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修女 或者神父或者神職人員 都是被認定被著魔 裡面變成了歐洲的那個叫做黑暗時期 或者冤案特別多的一個時代 去到差不多十六世紀 打號都還是非常的多 因為十六世紀就開始有那種叫做 發現了美洲大陸 去了美洲的時候 去到美洲的時候 就已經都已經有一些 哇 有些毛就去了那裡 就是這樣的 那這些叫做獵毛的事件 就變成了整個西方 一個叫做 踏入那個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叫做超黑暗的那個時期 所以她現在裡面 她說的那個叫做五二年那時候 但是呢 她這個深度遠就遠遠流長 那那個呢 在那些地方 就更加複雜 因為她將那個故事 設定於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就是大把話說的 但是呢 就去到那個系列的時候 就華倫夫婦 她就去到那個 瘟之仁派那兩集之後 那時候 就加上她那個疑空 就砌出來 你們說跟疑空有沒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弄過那條疑空那條線 疑空線 因為我沒有看 你看 因為那天說 差了五十分 最新那集我沒有看的 第四集 我看了三集疑空 有沒有人看了第四集 你有沒有看 沒有 我真的不懷疑她想畫 你也說女無天家 你也差一點 但我沒有很奇特 但她有隻鑰匙的鬼 我就知道 手 手指 其實她很有意 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那個疑空 就是很美國那個 和我們看第一集 都覺得她接住了那個 就是鬼驅人 不是驅魔人 是鬼驅人 那個系列 就是史提芬斯德寶 而華倫夫婦 就是驅魔人的真實版 是一個叫做 用科學 或者叫做系統科學 來捉鬼的一個民間的夫婦 兩個系列 她有意 慢慢把它合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的那些魔鬼 就是可以變成一個天書 裡面的魔鬼有些共用的 或者它裡面 看到的東西都可以在一起 大家其實拭目以待 這個就變成了 這間公司 現在她都是一直住 一年就有好幾部 鬼戲 移空戲 就出來的 為什麼 就因為 現在這個就變成了一種叫做 主流文化 主流到等於 譬如 除了拍那個叫外星人 跟著這些魔鬼東西 是非常就歡迎的 尤其是 他們的所謂叫做主流觀眾 主流觀眾 和一般觀眾有什麼不同 一般觀眾 就是說 是一般的觀眾 主流觀眾 是他們要找的觀眾 分別就是這樣 一般觀眾 你預計他們 是吃Porkorn的 吃飽了之後 怎麼樣 好不好看 我不喜歡 不理 但是 就是吃花生 但是主流觀眾就不同 主流觀眾 就是 由13至25歲那些 但是這一班觀眾 讓他們養成了 就是喜歡看戲的習慣 而在這個看戲裡面 尤其是荷里活 或者其他那些國家都是 就是 那個戲裡面 都有一種叫做文化的傳遞 就讓他們 就不要那麼悶 你用娛樂 來看戲裡面 都叫做主流文化的建立 用那些東西 就令到那些 叫做當地的那些年輕人 他知道有些本土電影 或者看西方電影 這個是一個文化的建立 最好是13至25歲的那些 那些 就是喜歡看的那些 所以 所謂的主流觀眾 就大部分都是這一班 你去看的 主流和一般 那種就變得不同 一般觀眾 就是說 他有了個target audience之外 那時候 他還需要一個網絡 讓他看 讓他變成了一個大眾電影 就是說人人都看的時候 總之你喜歡不喜歡都不要緊 但是你會進去看 而target audience就是說 你可能你喜歡 或者你不喜歡 但是我告訴你 有件事可能你看不到 然後呢 他有一種這樣的裡面 什麼你看不到什麼 原來那是一種叫做文化 一種叫做前文化 那我們就因為 現在去電影教育那時候 就經常釐清這個 那時候我們就很重 因為我們比如創作 或者那些人就會明白到 你怎樣去創作一個你的作品 你既是拿到那種叫做大眾的認同 但是呢 你也有一個叫做 形成呢 你在那個主流裡面那裡 你一個叫做 位置 而那個位置呢 可以令到你變成專業的 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為什麼會拍電影的時候呢 他已經有專業的經驗 但是他也拍不到一種 那麼主流的味道 可能他不懂這件事 就是這樣的 那麼現在這些戲呢 你會看到呢 他就是 一個新的那個去法 他將 尤其是瘟子仁 瘟子仁呢 那個他又 他初初 記不記得 立刻 記不記得 他起家的是什麼 系列片 那個是21世紀呢 領導潮流的 1、2、3 恐懼鬥失嘛 你不要說 狂野極速 狂野極速現在開始變形了 就是說他都行 但是呢 恐懼鬥失呢 是他最經典的 就是說 第一就是他們的那個班底原創 原創呢 就是將那個叫做 震律電影呢 去了另一個世紀 那個開鮮河的 那裡面其他細節 我們將來 如果他又有新一集呢 可以說 但是呢 這個呢 他現在 他就是 帶了一些瘟子之外 還有 是入到 入到 美國的那些中小學 知道嗎 那些學生 都喜歡看的 而且那些老師呢 就都說 不介意跟他們去 談這些事情 所以呢 你剛才他講的那個 階拉呢 你其實都 他講 你不要忽略了這一部戲 這部戲呢 他不是這樣叫做一個 大總電影 他是建立了一個 主流的 其中的一個 他將鬼片 帶了到另一個世界 是 那個是 那你還有沒有補充一下 Will 是 我看到了 他剛才都講 原來又會拉到 大家看過的鬼蛙 就是Annabelle那裏 是 但是那裏很有趣 有些位置 就是我自己有時候 還未破解到 因為可能他要再拍一些片 去補完 因為有些位置 他再跳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看得到 究竟這個魔鬼的走向 但很明顯的 華倫夫婦那幾個案子 即現在是第一集第二集 其實很明顯 都是有這隻魔鬼的 背後的影子在那裏 已經是 到第二集很明顯的 直接畫了一幅畫出來 那裏已經 但是鬼蛙那裏也有出過 第二集 是的 第二集 即是原先 最先的 有張照片 也提過羅馬尼亞修女的事件 因為我看回 還有些修到遠的那個 時間差三年 1955年 1955年 鬼蛙最先出現的那個時代 其實跟1955年相差三年 所以他說他們是和那些修有接觸過 是絕對不出奇 他說現在會拍外傳 又會講一些 我覺得他應該會再補完這件事 但是我們看到 他跟著下去再講那裏 當然有一件事 現在不知道 其實他在第二集的鬼屋那個故事裏面 大家已經知道 就是鬼蛙女就打了回地獄 但是 不知道的 因為你看到其實他 很多方法可以再回來 就是打開 因為你現在看回 這個不知道算不算 其中我們今次鬼蛙女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也是一個關鍵人物 接到華盧夫婦裏面的個案子裏面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看漏過這部份 大家不要太早離開 我覺得是 一定要看到尾 即是其中一個角色 原來是有關係的 是 你又穿了 別人想不穿 我覺得那裏是完美的 如果你說中間是有些位不濟的地方 但去到那裏 那裏是接得罪我 是的 我便覺得原來是這樣 但我在想 咦 是不是和演員來的 那的確不是和演員扮的 但是 看回那個年份 又不對 因為他在說 那段紀錄片是二十年之後拍的 那年時間大概是一九七幾年 但是七一年就發生 即現在是第一集 鬼蛙那個時間 是的 其實他又不 即他至少他自己 即這部分做得最好 對 至少他自己不會搞到自相矛盾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即是你建立整套 即是那個世界觀的時候 即是 即是博股去博得回 是的 這個就是A級片的條件 來的 因為他找多些 很多人做一些 這個可能就是 調查波 做些年表 砌出來砌下去 砌下去 放下去就可以這樣來去夾 這樣有很多時候 他想很多些細節 然後就決定 這樣來拍 或者用一些小小的元素 如果你捉到 你會發覺 他原來很多些細節的戲劇元素 他沒有掉漏的 他印發起 製造了一個戲劇 我們所謂的戲劇 戲劇的陣發出來 他還可以有發展 這個是很過癮的 其實我以我來去看 其實還有一件事 他已經放了一個伏筆在那裡 可能他還沒拿到一個版權 就是沒有放下去 不過其實我那個版權 不是很難拿 就因為為什麼 因為好像那部戲 好像拍了兩集 其實都是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都是華納出的 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叫英國的鬼故 有哈利波特 做的那個 第一集就有 黑衣什麼女鬼 黑衣幽靈 你有沒有看那部戲 第一集 第一集 就說那個叫做大戰之前 在一個地方 第二集 就是在大戰的期間 那個就變成了一個孤兒院 嗯 但是他們就在那裡 就是面對那個叫做英倫 那時候被德軍 空襲的那時候 要送走那些獸仔 那時候 你會看到 他現在講這個修道院 他裡面的那些元素 因為那個黑衣幽靈 那個 其實就是 Women in the water 水 跟水 第一集很明顯 就是黑衣幽靈 就是說 那個水下面 有一個慘案 你記得嗎 那個 那個是不是很害怕 那個害怕 那個害怕 最害怕的 都不是 我那一句 開頭好像 哈利波特 就回到那個家 那時候 很多的玩具 在那裡 是很害怕的 那部戲 整個的氣氛 和你 看到他玩的那種 都很像那樣 你會看到 這個 我們經常說 他就是說 玩的那種叫做 電影 一個network 拼出來 整個那個好像 塔羅牌 你有看過那部戲 你擁有一個記憶牌 這個記憶牌 你擺在那裡 原來 你會看到 他在砌一個大的故事 而那個故事 裡面 是一個可俗性的發展 會變得很好玩 這個 我覺得 比如你剛才說的 timeline 因為他講到 裡面有一些假東西 但是他碰不到歷史 他在歷史裡面 他跟歷史的關係 但是 可以怎樣轉換 而是給你 有一個叫做 新的 有一個戲劇性的了解 而那個戲劇性的了解 就是什麼 你有看那個 檢察狂人 有沒有看 沒有 有啊 木村那一套 是啊 我今天又再重新一次 第四次 看到他還有一個point 好 那個point 就前一節說 可能一會兒都說得到的 好 下一節再和大家 還沒說完 你們的資料搜集 好 好